日本首相死了,你高兴,是吧? 你觉得共产党就不打台湾了, 你叫台湾就回来了。 然后大陆咱们所有人就车贷不用还了, 房贷不用还了,有癌症,有病你也能治得起了。 然后你死的时候墓地你也摆得起, 鬼河你也摆得起,是吧? 然后上海人不用清离戈灵了, 郑州人水淹死的人都可以活过来了是吗? 中国人这种没有任何底线逻辑的, 无人性的思维方式,可以咱看看911。 911美国发生的时候,中国举国欢腾啊, 高兴得不得了,美国从此进入了反恐战争。 然后给中国人争来了所谓的20年30年的 经济黄金和崛起器,我也这么认为的当时, 我也希望中国真的能崛起啊。 但是一个强大了崛起的国, 最后变成把香港一个全人类认可的, 中国人最高的一个文明的民主的法治的社会, 打成了如今这个样子。 把新疆几百万人拉起来,抓起来, 强奸轮奸枪毙,一排一排的枪毙。 对西藏人整个是一种灭绝式的一种种族大屠杀, 新疆大屠杀。 对郑州水灾,武汉实验室病毒, 上海长春广东清零,还未来五年要的清零, 以及中国的腾起以后的GDP, 911之后,从1.3万亿到了15万亿。 中国人得到什么?污染的土地和水, 无穷无尽的癌症,付不起的目的和养老和教育费用。 你多了一些所谓的化学的现代的衣服, 你更多了化学的污染, 你更早的接近了癌症。 你连生育的能力都没有, 甚至生了你都养不起, 死了你也死不起。